国民党2020总统人选确定将在下周宣布 今天有一份最新民调曝光 蓝绿白三角度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的赖清德是稳定理先 如果国民党征召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支持度超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要是派出了侯友宜的话 则是小叔柯文哲1.6%落到第三 而在国民党正式提名之前 郭台铭全力冲刺 今天更是受邀出席黄埔建军大会 喊出要归还军功教18% 厂攻军系支持 走进场这段路支持者涌上前 环虎握手或是摇耳朵给郭董加油 洪海创办人郭台铭 说要参加黄埔建校周年活动 脚步踩进新北 似乎也有意拉拢军系票源 民进党乱用没收的18% 这些所有的这些 我们想办法挤出预算来 黄埔大战好不好 拆下插插插插插插 郭董开大决喊出18% 还给在座的大家 营造有战力形象 似乎也反映在民调数字上 11号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2020中选举若撒卡都局势 赖清德稳定领先 若蓝白对手是侯友宜和柯文哲 民众支持度上 柯文哲小胜侯友宜1.6% 但如果蓝营派出郭台铭 郭董反而为服领先 柯文哲只不过在单就蓝营来看 有46.3%民众认为侯友宜参选 对国民党最有利 不管民调和均堤 这个都不是那么重要 我非常的肯定 也很喜欢郭董 能够把他的长才 用在我们台湾 侯友宜人还在议会被寻 郭台铭又是下乡 又是请义 更传出好友宣明志再出手 16号邀请国民党中常委参序 被解读是挺郭彦3.0 而郭董自己12号造势最终场 就在新北板桥 直到侯友宜大本营 有多少人会来 我们没有预测 也没有期望 也没有动员 那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同学 毕竟党主席朱立伦终于松口 确定在下周推出总统候选人 答案揭手前 侯郭战场回到新北 江沛冯浩 SG小时新北市报道